你好,我是香港的甘生子Akim 春节快到了 很多朋友也会问我 在2015年他们的运程是怎么样 哪一种算法比较准确 八字,它的准确度只剩八成多 原因是因为它的组合超过一百多万种 没有五代十国 十字评的字评八字他们所钱 是唐朝以来,古人算命其中一种方法 就是用那个念之 就是今天我们说的心笑 如果我们用心笑来算命 只能谈到神煞 就是我们说的直升和胸升 这是所谓的神煞 其实也是暗年不停的循环 所以它本身就已经有它的决限 后来有人把八字里面的十神套进去 这是我们说的笔尖劫财 十神三观 正偏财 官杀和正偏硬 你肯定会想呢 现在全世界人口超过73亿 怎么样也不可能只有那区区的学者认成 对吗? 华虽如此啊 新年用心笑来预测来年的认成 在我们华人社会里早应成为传统习惯 就好像我们在春节派哪个红包 用哪个红包把哪个年兽赶走 要不我们现在马上参考一下 2015年啊 各个生肖的认成是怎么样 好吗? 熟的朋友有1936、1948、1960、1972、1984和2008年 以历春过后为准 2011年为宜卫年牧牙年是土的 太岁为阳心带将军 所以熟的朋友在2014年啊 因为冲太岁面对人生起路 感情上的旅客 各种冲击 在2015年啊 要害太岁给人连累 听起来也很恐怖啊 但是也不用怕 因为放太岁一共有四个 行冲直海 每一年呢 十二生肖内也有四个生肖会放太岁 太岁其实是木星老过太阳公主人时所产生的食肠 木星老过太阳公主人一圈大概要十二年 古人以木星的鬼子与十二生肖对应 所以也只是食肠的问题 不是真的有个太岁跑出来害人呢 有宗教背景的人可以把它交给天神 亚书天父或者去吃太岁 没有宗教背景的人呢 只要防止小心多做上市就可以了 2014年和2015年啊 对叔叔的朋友来说只是一般呢 不过2015年啊肯定没有2014年那么麻烦 你要有私上准备也是麻烦的一年 叔叔的朋友最快也要到2016年 这是好年啊 运程才会比较顺利一点 虽然大家也是叔叔的 但是2015年啊对1960年的根子 和1973年72年的原子人来说 他们的落差不会太大 即生有悦德 悦德 悦堂和太极贵人 悦德是一个很强的贵人心 悦堂天衣贵人 是属英的 所以如果你是满上出生的 这颗心对你的帮助更大 通常呢这些贵人呢都会在你遇到倒霉的时候 出手解决问题 结果可以逢生发迹 而太极贵人呢是天上的贵人 过去种种的情况 再加2015年的太极贵人心的吹化 所属的朋友在2015年啊突然会对人生结学 和宗教产生一种缘分 你也可以形容为兴趣 在人生旅途中不解呢有时候会遇到不同的困难 如果我们将其是为一种考验 再从宗教内去找答案 当思路打开很多问题也会马上可以解决了 太极贵人心 就是这样子帮助你啊 雄心有很多 有小号 听误 六号 闲耻 可死负 小号 就是小破财 听误 十颗灾心 主要是影响你的健康 属 是贵水 当他遇到疾土 就要小心肾 膀光和密疗系统 六号 亏令你感到累 不愿动 闲耻 时刻偏逃夸 终情欲 地下情相较关系 不禁逃夸 暗示有感情烦恼 在2015年是吐喝水 所以叔叔的女生 在2015年要小心交朋友 死父只容易正要 要到出兵次来 要尽量忍耀 和控制自己的情绪 叔叔的朋友在2015年 要特别留意 农历的五六八和九月份 到底还有什么 吹捷避凶法 风水不绝 长情可以浏览我的官网 和土豆网 最后祝大家 衙面好人 欣赏四层 身体健康 才有点滚滚来